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所小医院,四周山水环绕,树木茂密,夜晚的风掠过树梢,发出阴森的声响。 进入医院后,先是门诊楼,然后是住院部,最后是停尸房。 停尸房位于院子的最深处,通往那里的石井小道两旁杂草丛生,显得空旷而寂静。 这家医院不大,病人稀少,停尸房常年空置。 停尸房里只有一扇小窗,潮湿昏暗,散发着霉味,无人看管。 某天,停尸房里放进了一具男尸,是个死于癌症的老头,满脸皱纹如蜘蛛网般深刻。 第二天早上,当家人准备将老头送往火葬场时,却发现尸体的嘴唇涂上了鲜红的口红,脸上铺了厚厚的粉,眉毛化成弯弯的女人眉,甚至还戴了长长的假睫毛。 家人被吓坏了,只问医院负责人,但负责人也不知情,医院决定调查此事。 当晚值班的医生是黄玉凤,一个孤僻的中年男人,长发黑矿眼镜,总是穿着白打褂。 他被院长叫来,院长问他昨夜是否发现异常,黄玉凤平静地回答没有。 院长继续问他是否失眠,是否外出,黄玉凤一一否认。 最终,院长不得不放他离开。 随后,院长叫来了值班女护士葛同,她性格外向,正在谈恋爱。 听完事件经过,葛同家的脸色苍白,回忆起昨夜的每个细节,但什么也没发现。 他请求院长不要再安排他值夜班,院长拒绝了他的请求,只是安抚了他一番。 尽管没有找到证据,院长怀疑黄玉凤与此事有关,但无法证实。 从那以后,医院里的员工对黄玉凤充满戒备,大家都在谈论这件怪事,却没人敢和黄玉凤讨论。 他依旧孤僻沉默,只与病人简短交流,时常阅读推理小说,显得无言无酒,无喜无目,毫无特征。 精彩正在继续,请点击关注并打开小铃铛,不要错过结局。